好,我们来看第十题 那第十题的话 我们先看题目,它说有一个从地面 水平地面有一个物体以羊角 去达53度 53度,然后出速度是50 然后呢 它就做什么,鞋炮 所以我们要先知道说有一个物体 它长得这样,一开始 往上发射53度 做鞋炮运动 它说到最高点的时候 飞飞飞到最高点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情 它在最高点的时候爆炸 变成两块,而且质量是 1比1 它就分成两块 好,分成两块 1比1,然后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以 45公尺每秒的速度 先直往下 直直往下掉 OK,速度多少 45公尺 OK 45公尺每秒 然后呢 请问另外一颗它的速度大小分是多少 我们先 了解一件事情 像这种题目 它就是在空中 突然爆炸 一样 你可以 我们就要这样想象 飞到空中的时候 它分成两块 然后突然分开 OK 就爆炸分开 你也可以想象它一开始 其实就是两块 只不过一开始 一起走 走到这边的时候 突然分开两块 OK 好,我们先要知道说 在它还没有爆炸之前 OK 我们现在 先假设它还没爆炸之前 现在还没爆炸 这个时候它们速度大小是多少 我们先来看 所以 斜方运动我们就要用以前的方式 我们要知道 在这里的速度 最高点的速度它们是怎样 往这个方向 水平方向 OK 水平方向 那速度多少呢 速度就跟一开始的 水平分量一样大 还记得吗 它会有 水平跟水质 S方向跟Y方向的速度 那一开始的S方向速度就是 就会是后来的S方向速度 S方向速度维持不变 还记得吗 所以这里就会是多少 就会是 50度 不是50度 50公尺每秒乘上多少 乘上cos 53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好,所以cos53就是 3分 所以你觉得到 50乘上5分之3 你觉得到 30 表示说它们飞到最高的时候 这个时候 它们最高的速度是怎样 30 公尺 每秒 然后往右 好 那现在想 原本这两颗都是在最高点的时候 还没有爆炸前 OK 这是爆炸前 OK 爆炸之前 爆炸前的时候它是 两颗都是30 公尺每秒 然后呢 现在爆炸了 爆炸了 所以 爆炸的时候 完成蓝色 爆炸了之后来 现在有一颗 这样 垂直往下掉 速度是45公尺每秒 表示说什么 你自己想 蓝色的 我们后面这颗原本怎样 我分两颗 然后这颗 前面这颗 后面这颗原本的速度 原本的速度是怎样 就爆炸之前的速度是 往右 然后怎样 速度是30 公尺每秒 可是它 S方向的速度不见了 S方向的速度不见了 全部只剩下什么 Y方向 那我们先来看 另外一颗 OK 这是前面那颗 后面那颗 就是 这一号 一号 跟二号这一颗 OK 这是一号 跟二号这一颗 前面那颗 后面那颗 原本是有 往S方向的速度 突然那S方向的速度不见了 所以就变成什么 不见了跑去哪里 跑去二号了 所以我们要知道 它其实跑去二号了 以二号来讲 二号原本 原本的 也是一样 二号原本也是一样 往右 OK 往右 30公尺 可是 它会多加什么 因为一号S方向不见了嘛 所以会多加在 二号身上 所以 我们可以这样去想 所以 二号的 S方向会变得更多 你可以这样去想 它的S方向会变得更多 好 那 再来 一号原本没有 有没有Y方向 一号原本Y方向也没有速度啊 他们在这个 在爆炸之前都只有S方向啊 可是一号突然有了 Y方向向下的速度 所以就表示说 我二号的 这一颗要怎么样 也要多一点 多了 Y方向的 怎么样 跟它方向 方向的那个什么速度 所以 一号在Y方向是向下 二号就要在怎么 在Y方向 得到向上的速度 OK 二号就要在 方向得到向上的速度 那 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要用动量去 去想这个事情 首先 我们要知道说 OK 以S方向来讲 全部 OK 以S方向来讲 跟Y方向 S方向一开始 怎么样 一开始 一号的 加上二号的 会等于后来 一号的加上二号的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写 OK P 一号S方向的 OK 加上 P 二号S方向 这是爆炸前 OK 这是之前 写错了 之前是before 之前的 爆炸前的 动量 S方向动量 相加会等于 爆炸后的 S方向动量 相加 OK 所以 这边我就想up OK 所以呢 爆炸前 一号的S方向 我们就自己设嘛 OK 因为它说 质量变成1比1 那我就设多少 它质量我就设M 因为1比1 就M 两个都是M 每两个都是M 每两个质量都是M 所以 爆炸前 一号的速度有多少 M 乘上 多少 30 二号的S方向速度也是M 乘上30 好 爆炸之后呢 S方向 一号 爆炸之后 一号的直接怎么样 往下掉 它在S方向已经没有速度了 就乘上0 OK 那 二号这一颗球在S方向 我们就设V嘛 OK 设V 所以呢 好 你一项一下来讲 你会得到V 会等于多少 V 你会得到60 OK 你就可以想象 OK你就可以想象 因为 那是什么 因为 一号跟二号质量一样 当一号的 S方向速度没有了 它就把 S方向速度 完完全全给了 二号的 OK 所以 它原本30 又给了二号 二号就这样 30加30 就等到60 我用 就是你用30加30 这个方法是怎样 当它们两个都质量一样大 两个质量都一样大 所以你可以这样去想 好 再来我们看Y方向 Y方向 一开始一样 我们可以写成P1Y加上P2Y 要等于P1Y'后来的加上P2Y'后来的 一开始两颗都怎么样 这两颗 爆炸之前 它们两颗的Y方向都没有外方向 所以直接是0加上0就好了 那这里呢 一号的后来它怎样 它得到往下的Y方向速度 所以往下我们用负的 所以M 所以上负45 那一样啊 二号这一颗 Y方向的速度我们就怎样 好 这个我们叫VS VS 二号的VS V2S 那这里就是 那我就讲M 像V2Y方向 OK 那 所以一向一向 你也会得到V2Y 就是二号球后来Y方向速度会得到45 OK 公尺每秒 所以你就知道说 二号球我现在画在这里 二号这一颗不是球 附体 因为它爆炸变了两块 OK S方向你会得到60 Y方向你会得到45 那它们的 核向量和速度会是多少 OK 这个最后你就自己算 核速度会到多少 自己算 OK 所以这个V 所以当然你有看影片的话就算出来了 好 再来我们看第11题 第11题的部分 跟刚刚的 有一点像 可是直播反过来 它说 有一个鸟在20公尺高的地方 OK 其实这个20公尺是 有一点点骗你的 就是其实你用不太高 OK 你用不到 好 它说在20公尺的地方 以速度多少 速度20公尺每秒的速度 水平飞 所以这边有一只鸟 OK 鸟 我就画一个圆圈就好了 鸟 鸟 OK 鸟的速度是多少 鸟的速度它说是 20公尺每秒 它像水平飞 20公尺每秒 可是突然地面上有一颗什么样 80公尺每秒的子弹 向上打上去 所以这边会有一个子弹 速度多少 速度80公尺每秒 射在 射到鸟的体内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就想 把它看成是 有一颗球 原本是往右走 20公尺每秒 现在有另外一颗球 去撞它 OK 另外一颗球去撞它 然后变成80公尺每秒 只不过 我们要记得 子弹打进 它这边写 子弹留在 鸟的体内 表示什么 打进去之后 它们会一起走 OK 那它说 鸟的重量是0.75公斤 子弹是0.25公斤 请问重弹之后 它瞬间速度多少 我们要知道这是before 它们在碰撞之前 就是子弹打进去之前 它是两个物体 一个向右20 另外一个向上80 打进去之后 它们变成一块了 OK 因为题目跟你说 子弹留在鸟的身体里面 变成一块 那它势必得要 速度得要向斜向上 那一样 我们要分 S方向跟Y方向 S方向 它的速度会变成多少 Y方向速度会变成多少 更准确的说 我们要说 S方向的动量会是多少 Y方向的动量会是多少 好 碰撞之前 所以我们一样 我们分 这个是鸟 鸟就是B好了 对 然后子弹 子弹也是B 不忍 那我换好了 鸟是1号好了 OK 子弹是2号 所以一样 跟刚才做法一样 S方向跟Y方向 S方向 我们要先看 一样 动量 before 之前的动量 会等于后来的动量 OK 之前在S方向的动量有谁 在S方向的动量只有小鸟 小鸟 S方向的速度 20 所以 我们就要看 小鸟 所以我们就要写 M 鸟1号 乘上B1号 后来 它们两个一起走 所以我就写 M 1 加M2 然后它们一起飞 所以 VS方向 所以 小鸟的质量 0.75 乘上 它一开始 它的速度 20 会等于 小鸟是0.75 加0.25 0.75 加上 0.25 然后乘上 VS 我就知道 小鸟 后来 S方向的速度 所以 这边乘一下 7.5乘2 就是15 15 这里会得到多少 0.75 加0.5 就没有1 所以 VS方向就是15 就是15 好 Y方向 一样再做一次 OK 之前的动量 会等于 后来的动量 所以呢 好 之前 碰撞前 Y方向 有的动量 只有谁 只有子弹 所以是 0.25 我就直接 带了 0.25 乘上 80 会等于 后来 它们一起走 所以就是一样 0.75 加上 0.25 然后乘上 挖 Y方向的速度 所以 这边是多少 85 40 8 26 会得到 25 所以 Y方向 你的速度 你会得到 20 所以 意思是说 后来 它们一起走的时候 子弹跟 鸟一起走的时候 S方向速度 是多少 S方向速度 是15 Y方向速度 是20 请问 它们 合向量 速度会是多少 可以 请你找出 V原因多少 剩下 就给你 计算 OK 那 这个是 第十 跟第十一期 的部分